岛内媒体炒作 摇宁舰编队与同一时段出现在台岛东部海域的林肯号航母编队 直线距离最近时可能只有200公里 进入到双方舰载机、反舰导弹、防空导弹的打击半径 那么一旦出现航母编队的海上交锋 电子战飞机会如何与航母配合夺取制电磁权呢 我们以美军航母上的电子战飞机为例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从配角到主角 海湾战争后 电磁空间逐渐成为了战争需要关注的领域 不过很长一段时间里 电子战飞机只是攻击机队的配角 基本上不会直接实施火力打击 直到2011年 美英法对利比亚发动了奥德赛黎明行动 EA-18G咆哮者舰载电子战机一战成名 不仅压制了力军的防空系统 还成功攻击了力军的坦克部队 自此美国海军航母舰载机连队的配置 开始发生变化 电子战飞机扩编了数倍 达到了一个中队的规模 我们再来看 从兼职到专职 以往航母编队往往通过舰载战斗机 挂载电子战吊舱的方式来执行电子干扰任务 随着电子对抗手段越来越强 效果越来越不如意 于是美国海军专门发展了EA-6B EA-18G这类专门的电子战飞机 主要执行点对点干扰 地面防空系统压制摧毁和伴随电子干扰任务 最后 从组团到单挑 早期的舰载电子战飞机 受限于航母平台和技术水平 电子干扰和压制能力不足 常常需要同陆基电子战飞机编队出战 1991年 美国海军EA-6B舰载电子飞机 同美国空军的EF-111A 度压和F-4G也又属组成的电子战编队 曾在波斯湾掀起了一场电磁风暴 如今 随着专用电子战机的出现 舰载电子战飞机独立执行任务的能力大幅提升 据报道 EA-18G曾经在军演当中多次击落过美军的F-22隐形战斗机 沙尘